看一部电影提摆我人生 这里是躺斯里书电影 今天能给大家带来楼叶导演的作品 推拿 一场车祸带走了小马的眼睛和他的妈妈 之后他的世界一直都活在夜里 到处是黑暗的气味 只能听见声音 所有人都在告诉小马 这只是暂时的 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 小马相信着 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又过了很久很久 小马已经长成了小伙 他终于明白 所有人都是在骗他 受不了打击的小马 打碎了此晚准备自杀 但好在医生就在现场 及时把他给救了回来 小马后来被送进了盲人学校 在那里和其他盲人一起学习 交友 如何使用导盲帐 如何克服障碍 如何在未来正常人的主流社会中生活 也是在那里学会了推拿 和他一起毕业的 还有班里最漂亮的都红 但漂亮对盲人有什么用呢 他俩进了同一家推拿中心 那里有两个老板 一个叫张宗奇 一个叫沙富明 组合起来就有了店名沙宗奇 这两个老板也都是盲人 他们中心有七八个推拿师 除了两个助理和主犯阿姨外 其余都是盲人 接下来会介绍几位有戏份的人物 首先是老板之一的沙富明 与做事沉稳的张宗奇相比 沙富明除了推拿 还有很多除工作外的爱好 他喜欢诗歌和跳舞 年龄也不小了 相过很多亲 但没有一次成功 健全人对盲人会有很多误解 例如他们是不是不识字 为什么写字 他们感受不出来 盲文的结构和汉字是不一样的 即便他饱读诗书 也不能消除一些成见 尤其是一个盲人 要找一个健全人做对象的时候 难度就会凸显出来 某天同学老王打来了电话 因为都是盲人 得知老王没工作的沙富明 爽快答应他来中心上班 老王有个女朋友叫小孔 也是个盲人 他骗父母说在深圳打工 其实跟着老王来到了南京 老王的父母可开心了 人一带到家 就让他俩晚上同房 生怕小孔跑了似的 没办法 盲人找对象太难了 前面提到的都红 是中心里最漂亮的推拿师 每个来店里的顾客 都要说一遍 好漂亮真可惜 他自己当时很反感别人这样夸他 因为多漂亮自己也不知道啊 沙富明因为总听到别人这样夸他 心中慢慢对都红有了好感 因为看不到才更想往美吧 这就是都红对沙富明的吸引力 店里的第二美叫金烟 他的眼睛和别的盲人不一样 视力是一天一天渐渐消失的 他知道自己迟早一天会变成一个瞎子 为了即将到来的看不见的生活 他要抓紧市民前 这最后的时间和机会 为自己争取一份看得见的爱情 他活出去了 一门心思追店里一位叫太和的推拿师 太和起初也挺自卑的 感觉自己配不上金烟 然而爱情对盲人是奢侈的 当爱情来敲门 太和嘴上说着不要 内心啊 其实早就被金烟占据 没过多久 老王带着小狗来到推拿中心上班 沙富明热心带着老王熟悉工作区域 路过的时候 小马被小狗身上的女人气味给吸引住了 这导致他后面犯了一些浑事 中间的男女宿舍是分开的 小狗常常会来男宿舍里出门 老王睡在小马的上铺 所以小狗每次都坐在小马的窗檐 到老王下了 有一次 宿舍里猜谜语 因为小狗猜不出来 他开玩笑的责怪起小马 推量的过程中 小马突然不受控制的往小狗身上钻去 因为看不见 所以大伙都以为他俩在打架 但观众能想到 小马是对小狗小路非非了 虽然没做什么 但只有当事人小狗知道 这小马刚才是上头了 他也没告发他 只是趴在老王身上寻求安慰 其实盲人的心是一块明镜 因为看不见 所以在听觉 嗅觉和触觉方面都易于常人 自小狗小马那次打架之后 同宿舍的老张感受到了小马的异常 他说他在小马身上闻到了一种气味 那是爆炸前的气息 危险的气味 他看出小马对小狗动了心思 但小孔是老王的老婆 是他们的嫂子 他要救救这位迷路徒的小兄弟 他把小马带到了附近的按摩店 老张是那里的常客 那里提供一些特殊的服务 他还把自己最喜欢的按摩师 小蛮推荐给了他 小马在小蛮身上 做了他之前想对小孔做的事 自此之后 他也成为了那里的常客 小马和小蛮的共同点是 都喜欢听故事 无论是真的假的 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 小蛮都喜欢 反正故事都是假的 也无论小蛮是真系假做 假系真做 还是假系假做 小马也都喜欢 反正小马也看不见 不知不觉 他和小蛮之间 产生一些只有他俩共有的感觉 当他意识到这种感觉 是不允许其他人插足的时候 他跑去找小孔道了歉 还揪着小孔的手打自己 说他对不起他 对盲人来说 什么是最重要的 可能还是要分人和阶段吧 对现阶段的沙凤鸣来说 追到都红 可都红觉得 他喜欢的并不是自己 只是为了追求美而已 我从来都没可怜过自己 从来没有 可是我今天可怜自己 美到底是什么呀 得了医症了 天天想 没日没夜地想 就是想看一眼 都 都 美很吸引人是吧 对现阶段的老王来说 最重要的是钱 他存钱是为了和小孔结婚 过安稳日子的 可他那不争气的弟弟 三番两次来找他借钱 借不到就跑去借高利贷 他自己知道 跑到外面躲着 留下一大烂摊子 让父母帮他擦屁股 父母又打电话给了老王 老王知道这钱给了 他和小孔的未来就泡汤了 父母的钱也早已被弟弟偷知 所以他靠不了父母 只能靠自己 老王选择用自残的方式 逼迫讨债人的离开 他成功了 但人也进了医院 盲人和正常人 在某些地方还是一样的 这种被亲人坑的经历 不会因为你是盲人 而给你一个好的家庭 老王的住院令推纳中心 都陷入了低气氧 小马那边也出了事 因为扫黄被带进了警局 但好在那天 他只是刚到按摩店 中心的人也替他 在警察面前说好话 所以很快就被放了出来 他躲在办公室里 放声大哭 只是没想到 杜洪和沙富民都在里面 不好意思的他 很快收敛了哭声 平复心情的小马 又去找了小马 不巧的是 小马那天正在接其他客人 小马气不过 和那客人打了起来 对方人高马大 他又是盲人 出出站了烈士 可他想维护小马的嘴心 很强死不放手 所以挨打的时间也变长了 等他缓过神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世界 变了一番模样 有颜色 有光 有人 没有想到 他因火得福 撞到了旧伤 还因此赴了名 虽然那片事业是蘑菇的 可对他来说 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 他兴奋地回到了退纳中心 在卫生间 洗掉了脸上的血迹 还对着镜子 瞧了瞧自己的样子 他靠着声音 叫出了大伙的名字 他看到了沙富民 老张 小孔 金烟和太和 还有婷婷和督红 他对督红说了一句 好多人都说过的话 只不过这一次 不是他听别人说 而是他自己亲眼所见 没过多久 退纳中心停电了 前台们都惊慌失措 忙人们却感受不到 任何区别 但是意外是 不分时间和地点的 伴随着一道惨叫 督红的大拇指 被门夹断了 大家都忙着 送督红去医院的时候 小马去找了小蛮 那是他第一次 看清了小蛮的样子 大家都开始凑钱 给督红指手 沙富民很难过 他是真的爱督红 虽然好感是始于 他长得很漂亮 他反复检查过那个门 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督红的手术 他绝对最多 等督红那边 情况稳定的时候 他们才发现 小马不见了 和他一起不见的 还有按摩店里的小蛮 督红出院后 就给店里前台送了一封信 那是他的离别行 只是在门口碰到了沙富民 沙富民热情邀请独红去跳一下舞 那是他俩行手的近距离接触 近距离到沙富民还以为独红接受了自己 放松地转起了圈 结果这一转直接通了手 独红没有因沙富民的叫唤 默默离开了 大家轮流看了那封信 里面写满了他对大家的感激 尤其是沙富民 他能感受到他的用心 可他还是希望 他能收获属于他的幸福 没过多久 沙富民未必突发 大家又把他送去了医院 几次员工入院 加上人员的流失 沙宗其推他中心也开不下去了 大家开始各奔东西 金烟和戴河回了老家 老张回去开了一家店 张宗其改行去做了盲人剧团的团长 沙富民一直在家养病 跳舞的爱好还一直保留着 老王和小孔去了深圳打工 他们都没再提过在沙宗其的日子 一切都好像没发生过一样 盲人比健全人更容易接受现状 因为他们习惯了太多不稳定 换一个地方重新又开始了 影片里说 盲人和健全人终究还是隔了一层 盲人在名处 健全人却藏在暗处 这就是盲人排斥和健全人打交道的原因 因为在盲人的心目中 健全人是另外一种动物 是更高一级的动物 是有眼睛的动物 是无所不知的动物 他们对待健全人的态度 就像健全人对待鬼神的态度一样 害怕又敬畏 也正是这份害怕和敬畏 成为了他们不抱怨 不起人忧天 活在当下珍惜身边人的事实 虽然没有了光明 也可以活得一样勇心 一样可以追求美和爱情 一样也需要生理需求和内心满足 一样也可以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希望有更多的残疾人 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此 喜欢本节目的观众 不妨动动你的小手点个支持吧 你们的支持才是我们的更新动力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谢谢大家